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南部地区还有恒川半岛等等 当然不用说还有外道 都是8到11级的强阵风 那在东半部地区的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所以呢靠近海边或在海上作业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的注意 好那这个风浪大 然后水气多 然后呢温度下降 这是还有周外温差大 这是这一两天啊 这个最主要的天气状况 那当然中南部地区的话呢 天气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稳定啊 所以算是蛮舒服的天气情形 好不过呢 这个空气品质来说的话呢 高频地区呢就还是取色提醒 OK好 所以呢这是有关于今天呢 这个天气空气相关的讯息 那另外的话呢 有两个台风在这个菲律宾的附近啊 海面上面生成 一个呢是轻度台风爱陶 它已经到了这个菲律宾的西边了 也到我们的俄软比的西南边了 所以呢已经从我们的南边等于是通过了 要往了中南半岛前进 那所以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在目前呢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 所以才刚刚要往了我们的南边这边开始靠近 但是呢目前也没有呢 这个直接的影响 这个台风呢叫做泛高 反口啊 那然后 大概来说的话呢 也是哦 从目前的呃欧兰比的右下角 目前的往南边走的话呢 往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 是往南海的方向前进 所以呢这两个台风呢 都在11月的时候生成 当然有点啊 这个奇怪 有点偏多啊 并不是从来没有过 但是有点偏多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 对台湾来说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呢也比较啊 这个所以对于水汽的帮助啊 看起来呢虽然有啊 但是呢到底水壮进 水库进账能够有多少 目前看起来也不知道 OK好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至少去了解到说 它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是带来一点水汽 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啊 可能呢这个台风的一些相关的风雨灾害 好 所以呢就是有关于今天天气空啊 天气空气相关的信息提供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啊 18到25度降与距离百分之30到50 中部地区20到26度降与距离百分之10 南部地区19到29度降与距离百分之10到30 好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18到22度降与距离百分之80 花东呢 20到26度降与距离百分之20到50 外岛地区17到24度降与距离0到百分之30 好OK 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那看完天气一样的 接下来看的是疫情 好疫情呢 这个全球的状况啊 持续的是拉警报 虽然没有周末的时候啊 这么的高是破50万啊 这么的多 但是呢 四十几万啊 看起来呢 每天每天也还是蛮惊人的 尤其是美国已经连续的第四天了 到今天是第四天了 是破10万的啊 那虽然没有先前看起来呢 到了什么12万13万 但是在今天啊 也还是有11万3600多个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所以对美国来说 这一波的选举真的是影响还蛮大的宣迁 因为川普的一些 个人的态度言行啊 跟他这个选情的需求 所以还默示了这个疫情 但是呢 在选举期间 因为投票啦 开票啦 支持啦 抗议啦 等等的状况呢 也让啊 这个这几天 看起来呢美国的疫情大爆发 好所以呢 美国在今天依旧是全球单日新增最多的一个国家 11万3000多人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十几万突然间掉到的 而第二个啊 这个单日新增多的是印度 三三万七啊 三万七 那OK 这是印度的部分 那在欧洲的部分的话呢 法国前几天看起来也是那种 什么六万啊 八万啊 很吓人 今天啊 这个法国的状况还算好 呃 突然间掉到了两万多啊 所以呢 有点松一口气的感觉 但是两万多 坦白讲也还蛮多的 好所以呢 等于是在欧洲部分的话呢 今天相对来说 单日新增比较多的国家 是意大利两万五 好所以呢 意大利是两万五千多人 单日新增确诊 俄罗斯呢 是两万一 英国呢 也是两万一 波兰也是两万一 法国是两万 那西班牙一万八 德国一万六 那另外瑞士是一万七 好那所以呢 这些总共有八个国家呢 是单日新增破万的 这个在欧洲 所以整个欧洲呢 目前呢 单日新增也还是有21万多人 接近22万人 感染的新冠肺炎 好所以呢 其他的国家 像是什么乌克兰 也是八千多 比利时 奥地利 匈牙利 都是五千多人以上 感染的新冠肺炎 那先前的比较严重的荷兰 反倒最近这几天 比较掉下来了 和缓一点 看起来是四千多人 好所以呢 等于是在欧洲 这个整个 整块古老的大陆上面 还是一个疫情 最肆虐的地方 但是中间的不同国家 出现了一些消长 OK好 所以大致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呢 整体来看的话呢 在排在前面 疫情最严峻的欧洲阵央呢 也还是法国 英国 意大利 跟西班牙 这几个国家 那当然还包括东欧的波兰 最近这段时间 这几天 也是状况还蛮糟糕的 好 所以呢 就是来自于欧洲 最新的疫情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看看 美国 这在美洲地区 除了美国最严重之外 其他国家 目前是看起来 相对来说 缓和蛮多的 现在巴西呢 只剩下单日新 这一万一千多人了 那OK 虽然一万多也还是多 但是比起什么 美国的十一万 真的好太多了 那另外的话呢 几个啊 这个过去呢 北美跟南美 比较严峻的国家 现在看起来 相对来说 其实都算和缓 只剩下 哥斯 呃 这个是 哥伦比亚 五千多 墨西哥 五千多 大概是这个样子 其他的话呢 都是零零星星的 一两千 好 所以呢 整个的美洲状况 来说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 以美国看起来呢 是最严重当中的严重 好 另外亚洲地区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印度 大概每次都还是两三万 多的时候呢 可能会到四五万之外 呃 中东地区的伊朗 最近这几天呢 他的病例暴增 在今天的话呢 突破了万人 所以呢来到了单日新增 呃 算是最高破纪录 一万零四百六十 四百六十三个人 啊 这个单日新增确诊 那OK 所以呢 就是目前中东地区的国家呢 最严峻的一个地方了 再来的话呢 约旦 在今天看起来呢 也有五千六百多个人 所以是这几天的快速飙升的一个国家 好 所以呢 在亚洲地区的话呢 中东 这几个国家比较值得注意 那中亚的话呢 什么乔治亚啦 亚赛拜来啦 这些地方 也还是啊 这个每天零零星星都有两三千 两三千啊 这个部分 那东南亚 或者说东北亚 比较接近我们的地方 目前还是以这个印尼 还有菲律宾比较居多 但是大概就是两三千 日本 日本呢过去两天呢 都是破千 在今天的话 看起来呢 是九百九十八个人 感染新冠肺炎 好 所以呢 相对来说 也还算可以了 所以整个亚洲地区的话呢 是八万多个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 所以呢 这是目前看起来 疫情呢 这个最新的状况 所以呢 就全球来说的话呢 已经破五千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五千一百二十一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一百二十六万人呢 死于新冠肺炎 里面当然最严重的呢 五千多万人里面就有一千万 是美国 好 所以呢 美国目前可以理解 真的是拜登第一件事情呢 他在昨天啊 这个对外已经宣布他成立了啊 先是说十二个人啊 今天就是说 看起来又增加一个十三个人 所组成的防疫小组 那这个防疫小组的成员呢 南瓜了过去欧巴马时期的呢 公共卫生局的局长 还有呢 过去的食药局的局长 都是在欧巴马时期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呢 等于是立即上手嘛 所以呢 这两个过去的前任的局长 目前呢 都回到了拜登啊 目前呢 组成最主要的防疫小组的成员 然后的话呢 他们还网络到耶鲁大学 公卫的教授啊 来共同联军 OK好 所以他们现在呢 正在拟定呢 相关的防疫计划 而且呢 呃 这个打算啊 这个等于是要投资 两百五十亿的美元来生产疫苗 希望在拜登一当选之后 就尽快的能够让啊 这个相关的疫苗 或者相关的防疫 有更清楚的啊 这个方向跟政策 那当然拜登在口头上 已经呼吁 希望全美国人都要戴口罩 嗯 不过 呃 可不可能大家遵守呢 你去问问川普 去问问川粉 对于这个拜登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蛮大的障碍 谢谢 马上回来 中华的好 好 回到蓝宣时间啊 那这个目前呢 这个国际的整个局势 就是第一个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啊 所以呢 今年秋冬看起来的话呢 呃 就是在台湾之外了 所以对台湾来说也不能够掉一轻一轻 就是全球呢 严正以待啊 尤其是美国还有呢 这个欧盟啊 这两个呢 蛮大的经济体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疫情都非常的严重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 就是美国的选情到现在为止啊 已经呢 选后第六天第七天了 但是呢 还是一片混乱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说呢 拜登虽然非常急着啊 能够去成立一个抗疫的防疫的团队 希望能够尽快的 只要在明年的1月20号啊 他的这个就职典礼 如果他这个顺利的啊 一就职之后呢 可以立即的来呃 这个展开相关的行动 而且他也呃 这个昨天还特别呢 对外公开的承诺 他一定会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免费打到疫苗 好 但是啊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川普啊 这个在今天最新的消息 他还是誓言呢 绝不轻言的啊 这个退让 他说呢 明年呢 就职的那一个人是一个假总统啊 所以到到目前为止呢 他还是要持续的打官司 然后呢 呃 这个目前看起来 他的副总统的搭档啊 也就是现在副总统啦 彭斯 呃 还有呢 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都支持他呢 继续奋战下去啊 所以呢 川普到今天为止呢 他还进行了相关的人事异动 他呢 fire掉呢 他的国防部长 所以呢 一个已经选举完了 目前看起来呢 呃 虽然没有完完全全开完 但是整个局势来说 除非真的啊 有这个选举舞弊呢 呃 这个被确认 否则的话呢 应该算是大势已去 大势底定的一个 即将卸任的总统 但他现在的动作还是这么的多啊 所以会知道说呢 目前的这个局势啊 到现在为止 虽然看起来有点点清晰 降低的不确定性 但是呢 对于美国的政情来说 还是有一些啊 这个不断的骚动 因为这个骚动呢 是至少在明年1月20号以前啊 这个川普他还是总统啊 所以呢 他一些权力还在手上 那他要放不放啊 所以包括现在目前为止 像是交接小组呢 照理说 如果大家已经承认了这个状况的话 或者是说呢 在官方正式宣布了以后 其实呢 这个拜登早就已经可以去听取若干重要的简报了 但到目前为止呢 负责美国交接事宜的一个总务署 这个人呢 显然是一个川普的心腹啊 他目前为止 他昨天还公开说 现在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 所以呢 不能够轻言交接啊 所以呢 相关的一些情报啦 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啊 这个白宫跟国务院的简报呢 现在目前呢 拜登都不能够进行任何的听取 所以我们刚讲到的这个防疫的部分上 也都是他听取过去的 有点像他的智囊啦 有点像是像是欧巴马 过去的执政团队的人 给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但这些资料的话啊 并不是来自于真正国家内部啊 所掌握到的最重要的讯息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呢 大致来说一个是一个背景啊 所以待会呢 更新的一些呢 消息具体的状况 我们会来一个一个跟大家说 那一开始要这样讲的原因在于说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呢 还是有点混乱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欧美股市啊 这个昨天呢 大幅度的走扬呢 是多么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因为有一个好消息啊 那这个好消息虽然听起来有点遥远 但至少是个好消息 那就是疫苗 目前看起来的话啊 由辉瑞跟德国的这个BioNTech 他们所共同去研发的这个疫苗 昨天宣布 他们的防护力可以高达百分之九十 好 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欧美股市呢 立即的禁扬啊 所以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 在美国呢 道琼工业指数呢 上涨了八百三十四点五七点 收在两万九千一百五十七点九七点 涨幅是百分之二点九五 NASA指数呢 跌跌了一百八十一点四五点 收在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点七八点 跌幅是百分之一点五三 S&P500呢 上涨了百分之 呃 这个一点一七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跌了百分之一点二五 好 所以呢 这个因为疫苗所拉抬的相关的类股 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旅游啦 观光啦 餐饮啦 这些呢 受到疫情重挫的 这个股市 所以对科技半导体来说比较没有影响 好 所以呢 这是涨跌互建的美国股市啊 那但是呢 到穷算大涨 那另外的话呢 呃 欧洲三大指数呢 也都是进阳 德国呢 上涨了百分之四点九四 英国呢 上涨百分之四点六七 法国指数涨了更多 涨了百分之七点五七啊 那另外的话呢 包括了像是油价 油价在昨天呢 也是上扬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疫情所带动的相关类股 不管是飞机啦 呃 这个呃 游轮啦 呃 这个车子啦 都觉得哇 可以旅行了 就未来了 那所以你知道油价 它的需求 想象当中呢 就呃 这个立即的啊 这个掌声响起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纽约部分的西德州原油 昨天上涨了百分之八点五 收在每一桶四十点二九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上涨百分之七点五 收在每一桶四十二点四块钱美金 这涨幅都还蛮惊人的 好 所以呢 坦白讲 呃 是很振奋啦 好 但是呢 嗯 其实没那么快 这个疫情啊 他们讲说呢 这个疫苗啊 目前的话呢 辉瑞啊 这个跟 德国的BioNTech 昨天啊 这个宣布 他们呢 就是目前我们刚讲到 在最新的第一个人体的 最新的第三期的人体实验当中 有94个啊 这个受试验的人 目前看起来呢 还分两剂打 打了之后呢 他的防护力呢 高达了百分之九十 好 所以呢 这是第一点啊 因为呢 一般的新冠的疫苗 他们说呢 能够期待的啊 这个防护力呢 能够到达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就已经不错了 但还有百分之九十 那我刚查了一下 一般的流感疫苗 譬如说我们今年啊 大家说啊 因为担心啊 不管是啊 这个双疫啊 这个两个疫情啊 所以呢 让自己尽量健康一点啊 那所以呢 流感疫苗 很多人都去打了 流感疫苗的防护力多少 平均来说 也不过是百分之三十到八十 最高到百分之八十 但是呢 这个辉瑞 以及德国的BioNTech的 这个测试 目前是说 有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 好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啊 这个 让大家觉得很兴奋的地方 那再来的话呢 他说在今年底以前 可能可以生产五千万剂 但是你看全球啊 光光是感染就已经 五千万人了啊 那这五千万剂 攻一个国家都不够 那如果说讲 美国啊 美国呢 这个两三亿人 那他们这个数字 坦白讲 一定就是还不积极啦 背水车薪 但他可能可以给 在第一线应急的 重要的人先打 那真正要到量产 要到明年底 明年底可以攻上 十三亿人来施打 我们休息了 再回来 好 回到来 新时间 我们刚讲到的是呢 在欧美股市呢 带动上扬的啊 除了这个美国的选举 看来有一点点呢 这个隧道镜头的光亮 就是说至少 这个看起来呢 就选举人票来说的话 比较确定啊 这个双方的拉锯 事实上是有拉开啊 所以目前是拜登啊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看起来呢 川普呢 还并不认输啊 所以还在继续的 寻求法律的救济啊 但是另外一个呢 更清楚的呢 就是呢 我们刚讲到的疫苗啊 指这个疫苗的时间点啊 就时程来看的话呢 其实没那么快 但是它可以防护力高达呢 百分之九十这件事情呢 当然 呃 我觉得大家 真的生闷坏了啦 那所以呢 听到这个消息 就真的是 呃 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肋股啊 真的是大幅度的上扬 那么刚讲到的啊 先把这个疫苗本身 再讲清楚一点啊 就是说它 就时程来说的话呢 今年底可能是五千万剂 到明年底 才可以到十三亿剂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在呃 第一波的话 一定是一些前低线啊 最需要的人 才可以去呃 透过紧急的申请啊 那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 辉瑞也说了 他们呢 呃 大概就在这些天啊 应该就可以呢 去呃 跟美国的相关的呃 工卫跟急要署来去申请啊 看今年底之前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紧急的应用 好 那呃 这是一个 那再来的话 就它的防护力 防护力有多久啊 那这个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呢 它等于是要分两剂打 那打了这个疫苗的话呢 就可以有一年的防护期 哦那所以你看哦 一个呃 一个人要打两剂的话 所以五千万人等于只有两千五百万人可以打 哦 所以呢 可能又受惠的人就又更少了啦 好 那但不论如何 呃 这个至少是出来了 哦 那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相关的疫苗概念股呢 通通通都是上扬的 第一个呢 这两家公司啊 这个辉瑞呢 上涨了百分之七点六 那呃 德国的BioNTech呢 上涨了百分之十三点九一 好 那所以呢 这是第一波 那第二波的话呢 是相关的一些呢 呃 航空跟一些游轮的类股啊 是我们看到的呢 它带动出来的啊 包括像是联合航空 上涨了百分之十九点一五 美国航空上涨百分之十五点一八 打美航空上涨百分之十七点零三 哇 这涨幅都是很高啊 那另外的话呢 嘉年华邮轮跟挪威邮轮哦 更分别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二九 跟二十六点七五 哇 真的是呃 这个 拼命涨 那另外的话呢 电影啊 说如果呢 打了疫苗 大家就可以不用担心了的话 呃 那而且还可以持续一年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本来经兵临倒闭破产的 这个是美国最大的 连锁电影院 AMC娱乐 呃 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呢 他股价暴涨了百分之五十一点四一 啊 我想大家真的是闷坏了 这些 产业呢 就像是濒临死亡前啊 突然之间呢 看起来九汉逢甘霖啊 即便呢 这个甘霖可能就几滴雨啊 呃 真正的雨水啊 还没有那么的滋润啊 但是他们已经呢 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上扬了 那反倒是啊 一些呢 过去这段时间 受到疫情的带动啊 因此非常夯的宅经济 竟然呢 也马上的很敏感的下跌了 这边讲到的像Zoom 啊 他可能本来就是大家可以开会 啊 透过远端视讯开会的 结果他可能担心说 哇 万一疫苗都都出来了 大家就可以出来 爬爬灶了 不用在家 在家上班了 哇 他的股价呢 暴跌了百分之十七点三七 那亚马逊啊 也跌了百分之五点零五零六啊 因为他的整个的云端啊 其实受惠也蛮多的 但我想云端应该比较不受影响了 他的整个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的了啊 但是呢 远距这件事情 呃 这个看起来似乎呢 很快的啊 就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未来的生活 到底在这个疫苗真正要诞生之后啊 我们的人类的生活可以回到 原本疫情前的多少 百分之几 那有些事情在疫情的期间 呃 开始比较的呃 你可能一开始是迫不得已要去使用的 像是各式各样的远距 远距上课 远距上班 远距医疗 但哪些其实在疫情过去之后可以留下来 那他相对来说可能比较有效率 他可能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些呃 办公租金 或是说更多其他的一些旅行上的不方便 出差费等等等 我想这些事情呢 都要慢慢慢慢的啊 等到一切的不管是疫情的掌控 还是疫苗的时程真的越来越近 我想这些部分的话呢 都会开始有一些呢新的转换啊 那我想对于人类生活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选择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想至少是一个好消息 OK好 所以呢 这是呢 在欧美股市啊 在经过呢 呃 美国选举啊 一段时间的折磨折腾之后啊 在昨天这样那个上扬 最主要是来自于疫苗 那我这边要特别提醒的是啊 这个疫苗看起来呢 好像很令人振奋啊 但听在台湾的耳中呢 有一点点小小失望 就是先前东阳制药 说要去谈的授权就是这一家 就是呢 辉瑞跟德国的BioNTech 他们所生产这个疫苗 如果谈定了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会跟着一起开心了 呃 虽然这个真正广泛使用要到明年底 但是呢 不论如何 现在再怎么样啊 都跟台湾无关啊 因为呢 东阳制药 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 就他获得的谈判的授权 目前呢 呃 因为我们这边不管是说 呃 对于数量的需求 对价格的部分 似乎呢 都没有谈论 因此谈判破裂 所以我们并没有 跟这个德国的BioNTech 那个获得任何的 呃 可以取的疫苗的授权 好 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呢 虽然目前的疫情相对来说 是在掌控当中 但是未来啊 如果有疫苗 当然可以放心 但是我们疫苗要从何而来 那我们自己 目前只看到 剩下我们自己的生产啊 那当然我们的生产的 相关的实验的进度啊 还是蛮缓慢的 还在第一期的人体实验 OK 好 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 在今天我们看到呢 跟这个疫苗最主要的 相关消息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当然啊 还有一些呢 在欧美股市呢 相关有一些话题性的 就是所谓的 呃 拜登概念股啦 那就是说呢 在拜登啊 他宣布啊 他胜选的 那个之后 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 绿能啦 呃 健保啦 还有一些 基础建设 哦 那这些 呃相关的一些类估呢 都有啊 开始呃 上涨一点 或是带有至少一些 话题讨论越来越多 哦 那这跟拜登啊 他对于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他非常在意 他推动大幅度的推动绿能 哦 这是有关系的 再来呢 他欧际健保啊 跟他自己等于是稍微经过调整之后的一个健保 要给这个 嗯 就是更多的人啊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去投保的一些相关的福利 那甚至呢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啊 可以免费用药等等 那基础建设的话是民主党啊 他们说这个呃 去承诺的了啊 所以大概来说的话 还包括中美 中美的贸易战的话呢 呃 在过去川普期间是步步进逼啊 那这个闲越崩越紧 但是呢 在呃拜登他宣布胜选之后相关一下是什么华为啦 中兴啦 哎 他们的股价呢 相对来说呢 都有点点啊 这个复苏啊 更活跃的感觉 因为他们一般目前看起来的分析啊 以及以及我们对于拜登他过去呢 在外交事务上的理解啊 呃 虽然啊 他们的呃 美中啊 这样那个战略的角色 他们依旧是态度强硬 在在手段上面来说的话呢 会比较可以预期 而且会相对温和 有竞争 有谈判 有对峙 我给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回到现场 好 回到啊 来训练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呢 是有关于呢 这个欧美股市上扬 最主要是因为疫苗的关系啊 不过这个疫苗呢 呃 拜登他也讲得很清楚啊 呃 虽然有这个振奋的消息 但是对于今年的秋冬来说的话呢 呃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所以呢呃 目前看起来呃 对于自己啊 这个胜券在握的拜登来说 他已经开始呼吁啊 这个全美的呃 这个民众呃 恳请大家呢 戴起口罩 他是呢 在接受啊 这个美国媒体的访问啊 的时候 就是包括美联社啦 啊 这个还有几个电视网啊 那这个访问的时候 他就特别提到说呢 这不是一种政治声明 这是一种呢 让国家团结起来的方式 就是呢 大家一起戴上口罩啊 他特别提到说呢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呢 呃 这个美国的疫情啊 病例激增的状况 是一个紧迫的现实啊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不管是他说 你不管投票给谁啊 但是呢 接下来几个月 如果你可以戴起口罩的话 我们就可以拯救几万人的生命 而不是单单拯救民主党人 或者拯救共和党人的生命 而是全美国人的生命啊 OK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拜登啊 这个等于是苦口婆心的啊 在呼吁 但是你也很难想象啊 光是一个戴口罩这件事情 呃 还得要呼吁说你是民主党人 还是你是共和党人啊 那事实上 你如果去看到这段时间以来 在选群期间啊 大家对于这个呃 这个川普啦啊 或者对拜登支持者的一些访问的时候啊 真的很明显 譬如说呢 你就会看到呢 川普的支持者说呃 在正在接受访问 聊着聊着呢 说他呃 支持川普啦 不是不是 不支持拜登啦 因为走来一个人没有戴口罩 说你看 这个人就是民主党人 所以他对于啊 有戴口罩 只要有戴口罩的 他们觉得是民主党人啊 那对他们来说 他们根本不怕疫情 他们觉得疫情呢 都是一片 一片谎言啊 但是 所以这个目前 到了即便是啊 这个拜登跟川普啊 就算他们这个相关的 学啊 法律战 落幕的话呢 其实对于拜登来讲 他要面临的第一要务 就是防疫 他知道 但是要真正做到好 其实呢 对于美国来说 呃 他跟几乎是要弥平美国的 而裂痕是同样困难的 他造成同样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对口罩来说 已经成为某种象征 就你支持川普 呃 你你相信川普啊 你就不戴口罩 那所以反过来说 现在你要跟着川普一起认输 那愿不愿意戴口罩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已经不止不只是啊 这个疫情跟生命啊 这个健康安全的问题了 好 所以呢 就是拜登啊 这个最新的呼吁 也是美国的一个难题 那除了这之外 我们刚才也讲到呢 整个的啊 这个股市也好 包括呢 这个美国的经济也好 这个金融群也好 怎么看待啊 目前呢 这个选举可能的结果 我们刚讲到 有所谓的拜登呃 概念股 那除了这个拜登概念股之外的话呢 一般的金融业界 当然比较担心的是 拜登可能要呃 加水这件事情啊 不过就整个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们讲到说 就整个商界而言 其实呢 拜登的执政啊 他们其实还是认为 比较不友好啊 因为他们要加水啊 而且呢 他比较主张的是 呃 就是呃 要去管理啊 这个华尔街啊 那对于这个中下阶层 或者对于一些社会福利 他是呢 比较主张一个大政府的概念 去照顾这些弱势的人 但是呢 虽然这个样子 但总体而言呢 呃 比较意外的 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呢 他们访问一些商界人士啊 他们整体来说 他们就说 虽然啊 拜登执政不是那么友好 但是我们欢迎他的原因在于说 他可以预测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他得有一些不友好的政策 其实在两院状况底下 各自有支持者啊 各自是 占多数的状况底下 可能不会过关 好 所以他们担心的 比较激进左派的政策 不会过关 但是呢 他的政策就比较可预测 所以呢 华尔街日报 有一句很好玩的话 他说呢 这一次美国大选的结果 看起来 很可能会给商界带来一种 梦寐以求的情境 意思就是说呢 你早上起来 不用再去看 今天川普有什么推文了 所以呢 一切看起来政策可预测 那比较不好的政策呢 反正过不了关 好 所以呢 拜登 他在这个部分 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点了 就变成说 又不激进 因为激进过不了关 然后又可预测 所以呢 这个目前是 看起来呢 商界 或者说一些相关的 股市 这个当中 市场当中的相关的评论了 那当然 我觉得接下来要看看 真正 等到一切的底定 然后呢 拜登开始上台之后 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当然包括要救经济等等 才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OK好 所以呢 这是在 这个相关的全球财经 这个相关的讯息 那除了这之外的话呢 再来再看的 就是有关于选举 这个选情本身 到底的状况 这种进度怎么样 我们刚特别提到的是 川普还没有认输 所以呢 在今天最新的消息 刚才讲到疫情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呢 他的美国的白宫的幕僚长 梅多斯嘛 他前两天说他确诊 那今天又传出来 一位高官也确诊 那是他们的 住房部的部长 叫卡森 他确定呢 他的这个新冠病毒 是呈现阳性的反应 所以呢 他现在已经开始 这个隔离了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 但是他们讲到说 看起来并不算是重症了 所以并没有住院 所以呢 美国的疫情 真的是很伤脑筋 OK好 那回过头来看呢 但是川普总而言之 还是不认输啊 所以呢 最新的消息是呢 川普呢 说是势不言退 他持续退 透过推特啊 抱怨了选举不公 没有打算认输 而且还批评呢 目前看起来 从那个 Georgia 不是已经打算 要重新计票了吗 他们已经官方正式宣布啊 那另外的话呢 包括宾州 他说呢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宾州啊 这个状况呢 其实看起来呢 投票机制是不透明的 嗯 所以呢 也需要重新计票 他说呢 呃 这个不透明是宾州的 宾州的邮寄的投票机制 他不让啊 这共和党的人前往监票 所以缺乏所有透明公开 而且可以验证 选民是本人的指标 哦 有到这种程度啊 说选民不是本人 OK 就有人去偷拿别人的 呃 选票去投吗 哦 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的证据到底在哪里啦 我想这也就是大家都在讨论的 就是他看起来 要把这个呃 诉讼要扩大 他的意思不是只有在几个州 他说我要全面性的啊 进行选举的法律战 但是他能够掌握到手中的证据有多少 我想这是影响到后续很关键的重点 好 回到蓝宣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啊 总统大选的一些选情的相关后续啊 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我们刚讲到川普呢 并不认输啊 所以呢 他目前呢 要扩大他的整个法律的呃 法律战啊 所以呢 这边讲到说川普要重启造势 他现在呢 持续跟他的选民募款啊 那你说呢 选举期间的募款那是一定的啊 美国选举都这样子 而且目前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以你可以从募款的多寡呢 来当做另外一种的民调啊 但是呢 现在选举完了呢 川普持续募款 因为他要募款呢 来打官司 而且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包括他的呃 是呢 律师啊 这个俊莉安尼啊 也出来呢 开记的会 他指控说呢 目前看起来呢 呃就是提到先前我们有提到的 比如说有疑失的呃 这个选票啦 有死人去投票啦 啊 他们说呢 他们即将要提出相关的证据啊 那所以呢 如果说呢 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将不会是只有几个州而已啊 这个俊莉安尼说 可能会有多达十几个州 十几个州以上的选举过程 都涉及违规 会不排除提出十余起的诉讼案啊 那这个是目前的说法 那另外的话 当然也盛传说呢 其实川普团队呢 各有不同的意见 尤其提到出的是梅兰尼啊 希望他能够呃退选啊 意思就是说 呃就是不是退选 就是承认啊 他的败选啊 意思就是说 整个局势啊 应该就是这样子了 那甚至还特别提到说 像CNN报道说呢 他的女婿Kushner啊 很多人就是希望他来劝啊 这个川普打消念头 好但是呢 呃这个今天 相关的新闻 包括梅兰尼 自己在推特当中 他自己也发文 他支持他的夫婿呢 继续打法律战 他也用了一句话 我们在今天第一个小时 讲到了 every vote count 他觉得每一票都要计算 那所以他也并没有 那计算完了 如果输 那当然嗯 言下之意应该是 他就会认为 川普应该要接受 但是如果还没有计算出来之前 他认为打法律战 是本来就应该要有的权利 好所以呢 他说我们会用全然 我们认为应该用全然透明的方式 才能够真正保卫民主 OK 所以听得出来 目前的川普的打法 除了舞弊之外 他还讲到一个透明 所以呢 透明听起来就比较模糊了 你说舞弊 那就代表有作票啦 有造假啦 等等等 有偷窃啦 但是你说透明不透明这件事情 那怎么样子 所以不透明就代表是黑箱 是黑箱里面就很可能会有 呃 错误的选票吗 这个推断坦白讲 不是那么的精确 也不是那么的法律字眼了 但是显然的 这反映出来的是 呃 川普他们显然想要扩大啊 整个的呃 选举诉讼 他必须用一个更模糊的字眼啊 来加大他打官司的一个合理性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呃 是看起来显然 他身边的人并没有如有些媒体 像是CNN报道的说 他们正在劝川普退让 并没有啊 那所以呢 这边也看到 呃 包括说他的 这个副总统搭档啊 跟这个多数院呃 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 都支持他呢 继续打法律诉讼 OK好 所以呢 至少目前看起来就是 大家就不去谈胜负这件事情呢 只谈到说 每一张选票开到完为止 而且呢 在法律确认 这个票票没有瑕疵为止啊 不过这样子要到什么时候啊 OK好 那上次高尔啊 跟这个小布希 在2000年那次的这个法律战 总共36天 所以呢 是选完之后的36天 呃 经过了呃 这个佛州的最高法院 到了联邦的最高法院 到最后 高尔接受 好 他不再上诉 36天 那这一次的话呢 川普会几天 那明年1月20号的就职大典 可以顺利吗 OK好 但是 这是川普的动作 但是那拜登 当然不希望有这个空窗期 虽然坦白讲 川普也不打算让他空窗啦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 他最新消息是 他fire掉了国防部长啊 好 所以呢 他显然的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呃 还是总统啊 所以呃 他就是 可是他就用推特来fire掉了一个人 我觉得也是呃 推推特治国真的是 也就是到川普当选的这四年之间啊 是达到一个极致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 华尔街的人讲到说至少他不用一早起来 得要急急看推文 看看今天川普又说了什么啊 你可以理解他们的呃 心情跟真正的现实啊 生活是这个样子 好 那川普还是发推文 他开除了国防部长 Asper他呢 改由呃 这个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Miller来代理啊 他没有去说明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换人啊 那所以我想显然的嗯 他只是要代表他自己权力啊 还是在自己手上 那这段时间他还是白宫的主人 还是国家的总统 好那在同一个时间 那拜登做什么呢 拜登呢 他们在左手制定新政府的相关的日程 希望去了解目前呢 整个国家呃 重要的棘手的问题在哪里啊 目前看起来有几大主题 譬如说经济 譬如说疫情 譬如说种族啊 等等都是目前 还有啊这个绿能啊 就是气候变迁 这四个目前是最常被提及的 就是他当初的政见看起来呢 他最啊这个着重的地方 也是跟呃川普距离最远的地方啊 尤其像气候变迁 所以现在国际之间 包括像什么德国 法国啊 这个日本英国这些都欢迎他啊 回来啊 就是说欢迎美国回来了啊 回到一个可能多边主义的呃 国际组织当中 好那但是重点在于说 这些 跟川普很不一样的路线啊 到底能不能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手 拜登的团队虽然正在左手制定啊 这个相关的呃 政府的时程 但是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呃 目前呢 美国的呃 国务院里面的总务署啊 事实上是呃 目前还没有正式启动交接啊 他们认为呢 这个交接的时候还不到要到官方正式的宣布 所有的票都开完之后再进行交接 好但是呃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真的就要看法律官司啊 因为有些部分如果他不断的打要重新计票 重新验票 那就票永远就开不完 好那所以呢 到底该怎么办 OK好那对于川普来说 他也只能够做他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OK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讲到说他接下来 如果他上任的话啊 他可能会开始呢 讨论要进行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啊 呃 包括说要重新呃 这个回到呃 巴黎切勿协定啦 可能要重新的去进行相关的一些呃 疫情啦 或者还有纾困啊 这个纾困跟刺激方案等等 好显然的呢 目前嗯呃 这个拜登想要在这个过渡期间开始啊 这个循序渐进的呃 开始接收一些呃 从川普那边来的权利 有点困难 OK好所以呢 这个目前我们看到呢 这个国际当中比较重要的 包括美国寻举里面的的相关消息 好那回过台湾 台湾的消息基本上也都是我刚才在讲的 包括呃 拜登极主疫情的团队啦 辉瑞的啊 这个疫苗了 百分之九十有效啦啊 这个苹果跟自由都放在头版头条 然后呢 中时跟联合是放这个拜登的新团队 好那另外的话呢 也是我们刚讲到的东洋疫苗啊 破局这件事情 那大家真的是很关心了啊 那关心之一 当然说那到底台湾有没有 呃 中文中文有一个啊 这个还可能的机会是我们的防疫中心啊 这个发言人庄仁祥说 明年第一季还有机会 哦那不晓得他讲这个还有机会是什么意思哦 就是是不是真的可以 他说我们继续在努力 那他认为还有机会 好但另外一个呢 东洋疫苗的话题在于 有没有内线交易 哦那目前呢 我们的经管会的主委是说 呃 看线图确实有 可疑之处 OK好 所以这个本事还蛮诡异的 那再来就是台湾在新局势当中 是什么样状况 我们会继续分析 今天到了面前拜拜